抱歉 实在抱歉大家啊 请原谅一个这个50岁的老男人对于这个技术的无知 对于我来讲 任何比ATM机复杂的设备我都不会用 所以这个东西确实是不好使啊 那个不太不太会用 没怎么用过呢 咱们今天呢是想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 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我特别的喜欢历史 我从小就耗历史 忽视我的发型啊 因为这个北京这边疯了 然后这个也没有理发馆 所以这一个多月没剃头了 困手仇承 难道也去不了 所以没办法啊 然后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说 我从小呢就特别喜欢历史的 尤其是喜欢历史故事 其实我这个不是特别对那些个理论性的东西啊 感兴趣啊 一本书半本都是注解的那种啊 然后这个这种书不是特别爱看 是吧 就因为我这个小时候呢 就是除了受这个京剧的影响啊 然后就是这个三部大书啊 说月全传啊 然后杨家将和三国演义啊 其中呢 这个其实这个三国演义对我后来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的事啊 所以我就 就不是特别想知道 那但是这个说月全传和杨家将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啊 就是因为像这个金啊 辽啊 这些北方 骑马民族这些游牧民族的历史啊 在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 就是以汉民族的历史为正统史观的这个书籍历史什么当中啊 记载当中啊 一直它不是很重要的东西啊 所以我对这段历史就特别感兴趣 初一的时候呢 我上初一的时候 这个是参加了一个什么历史兴趣小组啊 然后呢 老师带我们去 我记得是在自然博物馆 还是在哪个博物馆 反正是那个这个 看了一个北方骑马民族的这个文物展览啊 包括那个就是现在这个照片上特别多的那个匈奴的那个金官呐 什么这些东西 哎呀 是吧 就被这个 觉得他们也能创造出这么辉煌灿烂的文明啊 所以从那之后呢 就对于这个北方民族的历史啊 这个 骑马民族 这游牧民族的这些历史呢 更加感兴趣啊 是吧 虽然他的资料 不多啊 我也不认识这些个少数民族的文字 但是基本上呢 甭管是大陆港台日本啊 谁就是研究这些个民族的这些书 那我一般都要去涉猎到 那你比如像日本著名的 像那个珊珊正明啊 他的那些书 包括西方人啊 比如我写的那草原帝国的 法国人写的草原帝国啊 我都非常爱看就这些这些书 就对这些个 边塞之外的少数民族的建立的政权 尤其是那些个没有入主中原的啊 你像那个什么鲜卑人建立的这个 北魏啊 包括这个什么 辽金下园这些王朝 他基本上算是入主中原了 是吧 那么这个清这都不用说了 尤其那些个边陲地带的那些小国 他没有入主中原的啊 我对他们的历史呢 就更感兴趣啊 虽然文字资料很少啊 但是只要有 那我就一定要想办法就去找到啊 去看啊 所以呢 像我在这个 巡迹讲堂啊 就专门录了一个节目 那就叫这个边塞之外啊 中国的这个 呃 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啊 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 这个真的是我精心 这个潜心 制作的这么一个 呃 栏目 那现在在这个 巡迹讲堂 就是现在现在只能在YouTube上看了啊 这个国内APP和这个 这个微信公众号都下线了呢 只能在这个YouTube上看啊 精心制作的 那因为是我最感兴趣的 包括我在这个 呃 百岸讲堂啊 你看那个 呃 我录制这个 两宋风云啊 那实际上呢 就是受阳 受这个岳飞传的影响 那就是一讲那个 宋金啊 之间的交战啊 从这个 呃 靖康之变到高宗内善 讲这一段的历史啊 然后我讲那个赛北三朝 是吧 辽金西夏 实际上就受杨家将 这个评书杨家将的影响 是吧 所以我对这些个的那个 呃 应该说呢 一个是很感兴趣 再有一个呢 也 比较有所心得吧 啊 可以这么讲 比较有心得 呃 所以呢 录了这个 呃 边赛之外 那大概有 六十多级啊 不过四十多级啊 四十多级啊 四十多级啊 因为有些那个 呃 边垂小国 它就 也就能凑一级的体量啊 你包括像这个西域那些小国有的好几个国家才能凑出一级来 啊 它这个 因为史料记载实在是太少了啊 所以呢 今天呢 这个利用这个 古语书院的三百二十一期啊 这个讲座的机会呢 我就想呢 把这个中国 鞭塞这些民族的历史呢 给大家做一个概括啊 包括他们跟中原王朝的这些关系 我们做一个概括啊 首先啊 咱们讲什么叫中国啊 边赛各个民族啊 这我们首先要明白这个概念啊 它不是说 就今天中国的五十六个民族 跑掉汉族之外 这五十五个民族算是这个中国的少数民族 不是这个意思啊 他实际上是指的呢 就是 当然了 第一是生活在今天中国版图之类的 这个各个民族啊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历史上生活在今天中国版图之类的民族啊 就因为很多这个 少数民族 它在这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当中 它就消失了 没有了啊 你比如像这个 呃 这个契丹人呢 什么这个 这 它没有了啊 所以呢 但是它历史上 确实是生活在今天的中国版图之类的啊 所以呢 就历史上生活在今天中国版图之类的啊 各个民族啊 还有一个呢 这个 呃 对 那边赛之外 就是我的会员节目 在YouTube上订啊 找这个袁敦飞官方频道啊 那个那个号可以订啊 就是还有一个呢 第三一个呢 就是历史上生活在 在这个今天啊 这个历史上 生活在历史上 中国版图之类的 各个民族啊 所以它是这样三个概念构成的啊 第一个呢 是今天中国版图之类的各个民族啊 就是现在的这56个民族的历史是中国历史 第二个呢 就是历史上 生活在今天中国版图之类的各个民族啊 第三个呢 是历史上生活在历史上 中国版图之类的各个民族啊 中国版图之类的各个民族啊 这第三个概念啊 不太好理解 什么叫历史上 生活在历史上 中国版图之类的各个民族 因为中国的版图是在变化的啊 现在不是最大的时候 是吧 汉啊 唐啊 元啊 清啊 都比现在大 所以历史上生活在 历史上中国版图之类的各个民族的历史 也属于中国历史 那么这个历史上界定到什么时候啊 界定到乾隆三十五年 也就是1760年啊 1760年的中国版图啊 如果你是以前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 这个 中国的各个民族的话 那么你的历史就算中国历史啊 为什么要界定到1760年 为什么要界定到乾隆三十五年 就是大清一统与治 修成的日子 因为在这个乾隆三十五年以前 就是或者在清朝以前 啊 中国是没有跟外国化定边疆的 这个我强调过多少遍啊 古代的所谓这个 古代的所谓这个领土啊 跟今天的这个领土的概念 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古代所谓的这个 领土呢 按今天的话讲的 实际上就是势力范围 是吧 就是我今天能力很大 就是跑马占地啊 一口气跑出去那上千里 开枪千里啊 然后我占了那么大的地儿 是吧 然后呢 到这后世子孙 你守不住了 就退回来了 那地儿就不要了 是吧 而这个清朝的领土 那他是通过跟俄罗斯的一系列条约啊 签订的稳定住了这个北方的边界啊 中俄尼部署条约 规定了这个东北的边界 恰克图条约规定了这个就是这个 就今天外蒙跟俄罗斯的边界啊 然后这个布莲斯齐条约是新疆地方 那边跟俄罗斯的边界 都是有条约规定的 包括这个西藏跟这个 喀尔喀呀 就是就是这个 包括西藏跟这个库尔喀 就是这个尼泊尔啊 跟哲梦雄 就是西津 这都有边界条约来规定的啊 来就来界定的 除了那么缅甸 越南可能没有条约 但是那也有一个传统习惯的这个势力线啊 大家在那儿就就就就是 各自是各守疆界就完了啊 所以这个清朝呢 他才有了今天国际法意义上的这个边界的这个概念啊 因此清朝的这个 这个版图大概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 在这个乾隆三十五年的时候 是吧 所以这一块版图之内生活的民族 属于中国历史上的这个民族啊 这个是他是这么个意思啊 所以什么叫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民族呢 就是这么这么一回事 啊 那么这个 咱们讲啊 说中国历史上啊 这么多的民族啊 那么他主要分布在什么地方啊 啊 咱们讲他这个主要呢 实际上是分布在这个 呃 东北啊 正北 然后呢 呃 西部啊 西北啊 就是北 说说白了就是北和南 西南和这个正南啊 那么这些民族呢 他实际上是分成这么几大系统啊 咱们呢就说 先要注意啊 这个民族是分系统的 哪几大系统的民族 哪几大系统的民族呢 啊 首先就是东北的肃胜系啊 东北地区啊 的这个民族属于肃胜系 严肃的肃啊 这个谨慎的肃啊 肃心一个真 肃胜系啊 那么这个肃胜系民族呢 他就是 今天东北所有民族的共同祖先啊 也就是说你今天东北生活的所有的民族 实际上都属于肃胜人的后代啊 都包括历史上什么肃渝人啊 什么高高利人呢 啊 包括这个 呃 这个 呃 呃 百计人啊 包括这个 这个 呃 就是在韩国建立的这个国家 百计人啊 都属于这个 呃 肃胜民族的这个后裔 啊 都属于他们的后裔 啊 都属于他们的后裔 啊 所以呢 你这个 这么一来的话呢 就是 呃 这个 今天的满族啊 包括以前的女真人建立的清朝啊 再往前渤海人建立的这个 啊 墨河人建立的渤海 他其实都是肃胜人的政权啊 肃胜系的政权 这个民族的名称在先秦叫肃胜 南北朝叫戊籍啊 然后隋唐的时候叫墨河啊 然后辽金元的时候叫女真 包括明朝的叫女真 明末改名为满洲 这些个民族都有亲缘关系 不一定是他的直系后裔啊 不一定是直系 但是呢 什么出五佛 出二十佛 还是能勾成的啊 有亲缘关系这么联系下来的 就包括今天你说东北的什么贺德人呐 厄温克人呐 厄伦春人呐 西伯人呐啊 这些的什么达沃尔人呐 包括满族人都属于肃胜系的后代 渔猎民族 包括这个苏联远东地区啊 的很多这个民族 他也属于这个苏联远的这个 呃 后代 那所以呢 这个就是这些个民族呢 呃 就是呃 是这个就是咱们讲啊 就是于东北的渔猎民族 这是呃 一大块啊 一大块啊 这不好意思啊 非常这个感谢大家的这个打赏啊 因为这个北京现在疫情啊 然后也不能出门带团 什么也不能干啊 所以这个非常感谢大家啊 谢谢 谢谢大家 江山父老能容我 不是人间造孽钱啊 然后呢 这是我们说的东北民族啊 他实际上都是这个苏聖人的后代啊 那么这个呃 北方各个民族啊 北方各个民族呢 就是就蒙古高原上的各个民族啊 他就是两大系统啊 一大系统呢 是匈奴系啊 一大系统呢 是东湖系 东湖系呢 就是大兴安岭起源啊 大兴安岭起源啊 基本上是这个呃 三三族同源啊 像北魏啊 契丹啊 蒙古啊 都是发源于那个地方 因为他们都属于东湖人的后代啊 所以呢 你像这个大兴安岭地区啊 就是这个东湖人起源的地方 实际上呢 今天呢 属于内蒙古 但是呢 也有一部分属于这个东北啊 所以他就是这个呃 这个 三呃 三族同源啊 你像这个呃 这个东湖人啊 这是最早的民族 往后呢 发展就是鲜卑乌环啊 然后鲜卑乌环再往后发展就是契丹 契丹再往后发展就是蒙古啊 那这些民族之间你说他是不是直系后裔 这个也也不好说啊 应该也不是啊 但是呢 他的这个这些民族也是有这个亲缘关系啊 也有血缘关系 那就是倒倒几辈子 可能还是倒得上 倒得着的 是这样的民族啊 然后呢 你再到这个往呃 西去 就是蒙古高原中心地带 那就是匈奴系的这个呃 民族的地盘啊 匈奴之后啊 就是这个 柔然啊 建立了这个柔然帝国啊 柔然啊 就是在 柔然后来就是被匈奴打败了之后 逃到这个黑海沿岸就建立了什么这个阿兰王国啊啊 什么这个这个就这些王国就形成他就都属于柔然人的后代啊 柔然之后呢 兴起的强大民族就突厥 突厥之后兴起的呢 就是这回合 那回合后来被这个 辖家斯人灭了 辖家斯就是吉尔吉斯啊 就是吉尔吉斯 所以你看 吉尔吉斯他没有生活在历史上的中国版图之内 他就不算是这个 就辖家斯人的历史 就不算是中国历史啊 他就不算中国历史 但是吉尔吉斯人在中国有啊 所以吉尔吉斯人的这个历史呢 就是他祖先的历史 虽然不是在中国创造的 但是因为今天中国的版图之内有这个民族啊 所以呢 你把他的历史算作 中国一部分也没有什么说不通的 那就就这个这个道理啊 因此呢 这么一来的话呢 这个呃 就是呃 最后啊 回合人战败之后 西迁啊 到了这个中亚地区啊 新疆地区啊 河西走廊啊 就是今天的达沃尔族啊 就是今天的北沃尔族和玉故族的祖先啊 等于最后呃 这个蒙古高原孝道最后的 是东湖系民族啊 是这个这个 这个呃 契丹人和后来的这个呃 蒙古人 他们一直占据着蒙古高原的中心地带 啊 虽然他们的祖先东湖人被匈奴人打跑了 那然后但是后来还是人东湖人笑到了最后啊 匈奴系呢 等于就跑到这个呃 那个就是中亚呀 新疆啊 跑到那边去了 那就突厥人一直都跑到西亚 跑到土耳其就是突厥人 是吧 那就更那个这个这个什么啊 更不得了了 那更不得了了 那更不得了了 啊 所以你这么一来的话啊 啊 等于这个呃 就是呃 北方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西北就是今天的这个新疆地区这民族成分啊 是最复杂的 那因为呢 最早西北的原始居民应该是塞种人 那塞种人呢 分布的非常广啊 就是整个从那个欧洲的呃 北部 南俄的草原到俄罗斯的草原 一直到蒙古高原 到俄罗斯的草原 一直到蒙古高原 到俄罗斯的草原 到俄罗斯的草原 一直到蒙古高原 到俄罗斯的草原 一直到 都广泛的分布的塞种人 他们的这个呃 种族啊 语言啊 什么都各异啊 那基本上呢 在中国新疆地区就张谦同西域以前啊 生活的这个西域各民族呢 应该属于东伊朗语系 那就他们的语言呢 应该属于这个古伊朗语系的语言啊 那这些人种呢 其实他是白人啊 就我们看那个历史上 包括那什么于田人呢 包括很多回合人 包括今天新疆的 维吾尔啊 你看他那长相啊 完全跟咱们中国是不一样的 是白种人 高加索人种啊 所以他包括今天你看那个新疆地区出土的很多那种古诗啊 就是那个古诗有的还还很完好 干不干不撒烈 但是都都能够给他复原 复原完了之后之后 你看那个尤其那楼兰女诗 一复原完了 那都典型的白人啊 就张谦同西与钱 那三十六国他基本有白人啊 那么这个是很复杂的这个民族情况的啊 包括这个今天呢 就非常有意思了 就是在后来这个维吾尔人啊 就是回合人进入新疆之后啊 是唯一的就是世界上最这个特殊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这个后来的民族就是征服的民族 用不但在文化上征服了当地民族啊 从人种上来说 都把当地的民族啊 给改了啊 这个在这个这个世界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啊 你看那个 就是一般的地方呢 就是说你即便是在文化上 你把当地的民族同化啊 就是一般的来讲啊 就是你像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啊 是连文化上都不会同化我们 是被我们同化 更不用说人种上 因为他人数少嘛 那最后基本上全都被汉化了 其实甭管是什么 鲜卑人呐 契丹人呐 女真人呐 这个除了蒙古人之外啊 剩下的就是这个 其实你包括满洲人啊 今天你说这个满族同胞了以后 多少人还呼呼认识满门 还会说满语啊 估计都是为了高考加识分啊 给字本定个满吧 写个满族 是吧 这些民族它实际上都被同化掉了 只有这个 这个回合人进入西域 就进入新疆地区 就今天的维吾尔人进入新疆地区 这个太神奇了 他们不但在文化上就用自己的语言征服了当地各个民族 可能因为他们人数上占优势 最后连人种上都是他们占了优势啊 原来的这些个赛种人啊 就是什么什么东伊朗语系各个民族啊 什么这榆田呐 楼兰呐 就是东伊朗语系的各个民族啊 全都没有了 哈哈 这个 今天到底一统天下的是这个回合人了啊 所以这个是特别特殊的一个现象啊 另外呢 像这个中国的西部地区啊 就是西部西南部地区啊 就是典型的古枪系民族啊 古代的枪系民族 老人问我说今天的枪族跟这个就是东汉的时候什么马园征服的那个枪族 什么董卓时代的那个枪族啊 什么是不是一个民族 不是一个民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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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能跟今天的这个满族跟速圣人啊 你说他是不是一个民族 有点血缘关系 但基本上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疏远了啊 你不能说八干子打不着吧 反正这个这个这个啊 你不不不都不是八干子打不着了 可能八百干子都捅不着 非常非常疏远了啊 所以今天有一个有一本书叫枪在汉藏之间嘛啊 不是汉族不是藏族啊 是吧 他们就成了枪族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族 所以呢 这个真正的就是古枪族啊 你比如说我们看的那个灭掉西州的那个犬戎 他就属于古枪系啊 先秦的时候呢 这个古枪系就被征服了一大批 是吧 因为他们离中原最近啊 包括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 这个各种荣啊 什么鹿魂荣 鹿魂荣那今天的河南嘛 啊 这河南还有个鹿魂水库呢 啊 就鹿魂荣啊 就这些个民族就被征服了很多 到东汉的时候啊 基本上就被消灭的差不多了 啊 因为他们老跟老反叛朝廷啊 所以朝廷屡屡派兵征讨啊 然后五胡乱华的时候 匈奴先卑截底枪啊 这五个民族啊 这个进入中原啊 那么这个在之后 这个像古枪系的民族啊 就是说以枪为名号的民族就这个不存在了啊 但是呢 像吐蕃人是典型的古枪系啊 就是说以枪为名号的民族 这个古枪 古枪系民族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这个什么呢 就是党项人啊 党项人是典型的古枪系民族啊 就是吐蕃和党项 那在历史上呢 吐蕃人建立了这个强大的吐蕃王朝啊 党项人呢 建立了这个西夏王朝啊 那这些民族都属于这个 古枪系民族啊 所以呢 这个吐蕃和西夏的历史 这是在中国呢 是有声有色的这个两个王朝啊 他不属于这个北方民族啊 咱们讲对这个中原王朝构成最主要威胁的民族来自于北方啊 但是呢 这个吐蕃和党项都不属于这个北方民族啊 所以呢 他的这个历史呢 就是这个 古枪系民族的历史啊 然后呢 就是这个南方啊 就是这个梁广云贵啊 敏哲啊 这个地方呢 就是古岳族的地盘啊 岳族啊 就是百岳啊 百岳 因为百就形容他多啊 形容他多啊 百岳 古岳人的地盘啊 所以这个 古岳人呢 典型的有什么这个东岳国呀 南岳国呀 欧岳国呀啊 这些个国家呢 都是在汉武帝的时候 被消灭并入中国的版图啊 但是呢 这些个呃 民族的后裔基本上是到南北朝就南朝的时候 江南经济大开发啊 这些民族呢 才被汉族所同化啊 所以咱们一般说这个说南方民风荣落啊 那为什么南北朝的时候 尤其是东吴啊 那个孙氏三兄弟啊 父子兄弟啊 那那三代啊 孙策孙坚孙 这这这这这这这 啊 两代三人啊 这个父子兄弟 这个营造东吴 那么强大 为什么啊 其实他那个时候他的战士主要是这个 呃 这个啊 就是这个呃 山岳人啊 主要是岳族啊 主要是岳族啊 这个汉族呢 你想他他逃过来能有多少人啊 因为那个时候江南经济 也没有得到开发 汉族过来的更多的是文人士大夫啊 然后呢 跟当地的这个 呃 土著啊 相这个结合啊 相结合 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形成了这个 建立了东吴政权 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南方就是东吴能出最好的步兵 因为他主要是岳族士兵啊 然后经过这个东吴啊 然后南北朝啊 这个时代几百年的江南经济的大开发 所以这个岳族呢 就逐渐跟汉人呢 就逐渐融合了啊 就融合 融合了 这样的话呢 这个古岳族呢 也就消失在这个历史长河当中啊 所以这些民族就基本是岳族 这里面呢 其实我们特别提到一个这个 就今天我们有一个邻国叫做越南啊 叫做越南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 越南在五代十国的时候才独立啊 历史上呢 他一直属于中国领土啊 说的是越南北部 越南的南部呢 是一个独立的王朝 叫战城王朝啊 然后呢 这个像今天的什么西贡啊 就是红河三角洲呢 历史上是柬埔寨的地盘 是受印度文化影响的 战城王朝呢 是受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双重影响 咱们今天说的这个就是咱历史上属于中国领土的这个越南啊 就是交州啊 交指交州 就指了今天越南就是以这个河内为中心 往北啊 以河内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湄公河啊 湄公河三角洲 在这个地方就北纬 呃 北纬十七度线以北 那就历史上的北约 这个属于中国领土 直到五代十国啊 直到五代十国的南汉的时候 他趁着中国内乱 他才独立啊 建立什么丁朝 吴朝啊 后来什么李朝 李朝 什么陈朝 他才开始建立这些个王朝 也就是越南独立的历史 满打满算 到现在就一千年 一千年这个再往前倒 他就属于这个中国领土啊 越南历史呢 把这段时间叫做北蜀时期啊 就是属于中国北蜀时期 他跟朝鲜不一样 朝鲜汉五帝的时候就独立了啊 他就是一个独立国家 越南呢 他一直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啊 南北朝的时候不是这个这个五代十国的时候 他才独立出去啊 所以他独立之后 他的这个国号呢 一直叫什么 我们是管的叫安南啊 就是安定我们的南边啊 他自己呢 叫什么大南 大越啊 他叫这样的这个国号 大南国 也自称皇帝 大南国天子 大越天子啊 什么大瞿越 他一直叫这个国号啊 然后呢 等到这个1802年的时候 越南最后一个这个王朝 就是这个阮世王朝建立啊 阮世王朝建立之后呢 这个阮世王朝的开国皇帝啊 就是嘉隆帝啊 阮福应啊 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好 阮的你就得福应啊 所以他就给这个嘉庆皇帝 给清朝的嘉庆皇帝上书啊 说我们刚刚建立这个新朝啊 我们这个王朝啊 刚刚建立啊 所以我们准备呢 应这个南越啊 为这个国号啊 说您看行不行啊 因为我们历史上叫过大南 叫过大越 所以现在呢 我们干脆呢 我们干脆呢 用这个南越啊 为这个国号啊 说您看行不行啊 因为我们历史上叫过大南 叫过大越 所以把这两个名合并啊 我们叫这个南越啊 您看行不行啊 结果嘉庆皇帝一看就龙眼大目啊 说为什么呢 因为南越是中国的古国嘛 是吧 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定都在广州啊 由这个秦朝的这个南海卫赵驼建立的国家 地盘包括今天的梁广啊 也包括今天的越南北部 后来到汉武帝的时候啊 才被灭掉啊 存在了将近一百年 这个王国 那今天广州不就有那个 广州市中心不就南越王墓吗 那就是南越文帝啊 他他的这个这个这个墓啊 说你以南越为国号 你什么意思啊 那南越是中国的古国 地盘包括这个中国的梁广啊 那你以南越为国号 你不就有蚕食上国的野心吗啊 所以这个绝不能淪选 也许你以南越为国号啊 所以怎么办呢 就是这个 那这个这个 你把这个南越啊 这俩字倒过来啊 倒过来 你叫越南啊 越南的意思呢 就是南越之南啊 你是南越南边这个国家 南越跟你没毛钱关系 是吧 没毛钱关系 但是今天你看这个越南人写历史书啊 他仍然是把这个南越当作越南的历史啊 他他去写 就跟今天这个韩国海军 有一艘这个很先进的驱逐舰 叫大作荣号啊 他这个太逗了 是吧 我们都认为这个大作荣是 只是中国东北的渤海国的政权嘛 是中国的历史上的政权 是吧 那这个渤海高王啊 渤海高王大作荣 是吧 然后这个世事就代代臣服于唐朝 最后被辽国灭掉 并入这个中国版图的 结果呢 这个韩国人非说那是他的历史吧 所以他有一艘这个导弹驱逐舰命名为大作荣号啊 这个太有意思了啊 他等于拿中国人的这个这个名字啊 来给这给他的军舰命名啊 这个很有意思啊 包括他还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广开土大王号呢 那个那个背在辽宁的吉安嘛 那背在中国 他立他那是中国的这个领土嘛 是中国的政权 高高利 是吧 结果他认为是他的政权 还拿那个国王的名字给他的军舰命名呢 韩国人比较幽默 我觉得是啊 然后这个 呃 就是说 这样一来的话呢 边疆各个民族啊 就是咱们先把边疆各个民族的族属来源啊 跟大家呢介绍一下这一圈啊 这一圈 是吧 东北的肃胜 蒙古高原上正北方的匈奴和这个东胡啊 然后呢 图西域比较复杂啊 一开始呢 是东伊朗人种啊 东伊朗语系的各个民族 后来呢 就被这个 呃 这个回合人征服啊 然后西南是骨腔系的民族啊 西部西南是骨腔系的民族啊 然后南部东南啊 这是乐系啊 各个这个乐系的这个民族啊 所以这样整个构成了中国的所谓的四仪啊 当中呢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华夏民族啊 华者花啊 花儿啊 夏者大啊 所以华夏就是又美又大啊 的意思 周围呢 就是这个 蛮夷融迪啊 什么这些少数民族啊 那这个咱们说这个蛮夷融迪呢 它到底都是怎么发展的 是怎么回事 是吧 我们把它简单的呢 给大家呢 做一个这个 呃 呃 介绍啊 简单的做一个介绍 然后呢 这个呃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就说历史上对于这个中国的华夏民族政权 就是诸夏政权啊 汉民族建立政权啊 那影响最大的呢 是北方民族啊 北方民族就是说我们讲的啊 就这个呃 匈奴系 东湖系和这个肃胜系啊 然后呢 枪系民族影响大的呢 主要就是土拨帝国和这个党项人建立的西夏 其他的呢 你像那个 就是这个西域各民族 那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影响力 如果要不说丝头之路 根本就没有人知道啊 还有呢 你比如说就像那个南越啊 什么这些个 就南方的各个民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力 也没有什么太大有太多有影响力的国家啊 所以呢 基本上呢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因此呢 咱们比如讲到这个民族关系的时候啊 其实重点呢 就是讲这些个 北方民族啊 呃 北方民族啊 跟这个汉民族政权之间的这个关系啊 那么这个 其实他们的关系呢 一言以蔽之啊 就是咱们讲呢 就是说这个什么这个 什么这个 楚与梨啊 这个叫什么这个 不是楚与梨啊 这个梨与剑之争啊 就是这个南方啊 南方长城一南啊 农耕民族用梨啊 梨吧 那这个梨 梨头就是种地的那个梨啊 梨 北方呢 这个长城一北 游牧民族啊 开弓放剑啊 包括这东北的渔越民族开弓放剑 所以叫梨与剑之争 两千年的梨与剑之争啊 那么这个 首先说呀 这个梨与剑之争啊 它的这个本质呢 就是啊 就是掠夺与反掠夺 那这样的一个关系呢 因为它这个东西呢 是不可避免的啊 那为什么不可避免呢 这个道理特别简单啊 这个 这个道理特别简单啊 就是因为你这个游牧民族啊 它的生产方式非常的不稳定啊 它基本上属于那种 当然农耕民族也是靠天吃饭啊 但是呢 这个游牧民族那种生产方式呢 就更加不稳定啊 就是咱们中国史书呢 介绍这个 这些个游牧民族的时候呢 就是咱们非常自豪的讲啊 说这个 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啊 竹水草 席涉猎 望君臣略昏患 石突无缘啊 竹水草啊 一年四季到处跑啊 然后席涉猎啊 这个湾公射雕啊 望君臣略昏患啊 没有什么君臣啊 就是酋长跟什么这个关系 望君臣略昏患啊 也没有什么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婚姻备份人伦这个观念 都没有啊 什么这个这个弟弟 娶寡嫂啊 然后这个儿子娶庶母啊 这些东西 都都可以啊 这个这个 什么什么 唐兄妹啊 什么 这都无所谓 没人管 石突无缘啊 这个草原上连个地标都没有啊 连城池什么都没有啊 不像中原有城池之可守 有田土之可耕 有深进世伤之可荣啊 所以我们的农耕文明比他先进的多 这个确实是这么回事啊 确实是这么回事 所以因为游牧文明啊 他太不稳定啊 太不这个就是这个生产啊 太没有谱啊 所以一旦他的这个生产生活出现问题的时候 几乎他没有别的选择 立马就想到我要南下中原啊 去这个进攻中原 侵略中原 这是几乎是他唯一的选择 是吧 这个你看 咱们看啊 中国历史上 大凡是这个民族矛盾不是那么特别尖锐突出的时代啊 其实他有一个这个特别重要的气候原因啊 大凡这个民族矛盾不是那么尖锐突出的时代啊 都是因为呢 他是处在那个就是按照气候学上讲的 是处于这个温暖期啊 温暖期的时候 所以呢 他这个民族矛盾呢 就不是那么特别的尖锐突出啊 就是草原上万物生长 这个 生畜呢 能够得到这个饲料啊 然后呢 气候呢 也不那么寒冷啊 人类生活起来的问题不是那么大啊 所以呢 那个时候呢 他南下侵略的动机就比较小啊 就比较小 所以他这个呃 这个跟中原王朝的关系呢 就能比较好啊 反过来 你看 凡是少数民族大举入主中原的时代 比如说这个两进南北朝啊 五胡乱华的时代 还比如说呢 你像这个辽宋夏金元的时代 包括明清的时代 这都是中国历史上讲的这个寒冷期啊 不光是中国 这个西方也一样啊 东罗马 西罗马帝国灭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个热尔曼人他呆不下去了 在在这个这个 蓝银河什么以外的地方 什么黑森林 这呆不下去了 太太冷了啊 所以必须南下到温暖的地方去啊 他就属于这个温暖期 因为这个游牧民族政权的不确定性 生产的不确定性 他抗寒能力非常差 是吧 你别觉得 哎呦 这人是人人身上穿着皮啊 穿着毛啊 他怎么还抗寒能力差 抗寒能力其实非常差啊 他所有的这个物资来源啊 全部靠牲畜啊 身上衣口中食 全部靠牲畜 所以一旦那个牲畜出现了问题啊 你比如说闹这个雪灾 或者闹风灾啊 牲畜呢 可能就大量的被冻死啊 或者呢 因为这个 这个草籽啊 这个草被埋住了啊 然后草原上一结冰啊 然后牲畜呢 刨不开这个冰啊 刨冰的时候 蹄子会烂 蹄子一烂他就得冰 得冰他就死掉了啊 然后或者他根本就刨不开那个冰 刨开冰他又吃不到草 吃不到草他就死掉了 那这牲畜一死啊 那你说你吃的肉没了啊 吃的肉没了啊 然后你那个皮没了啊 甚至帐篷 这都是用牲畜的皮做的啊 因此呢 这个少数民族政权就非常脆弱 你想那个 这个包括咱们说 盛极一时的突厥帝国的灭亡 那么强悍的突厥帝国灭亡 他一个重要的原因啊 突厥韩国灭亡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遇到了一场极大的罕见的这个风灾啊 那个时候没有解放军开着直升飞机给他们空头救灾物资去 是吧 所以他遇到了一场极大的风灾 血灾啊 再加上这个侠家四人 就是吉尔吉四人趁机进攻 所以这个盛极一时的这个回合帝国就灭亡了啊 就灭亡了 那这个 因此就是你你你你很难想象啊 一个灾啊 就能让一个政权灭亡 包括匈奴人也是 是吧 最后这武蝉鱼分立 然后这个呃 这个呼喊耶蝉鱼去这个入关 去求这个汉原帝把王昭君嫁给自个儿 都是因为灾害啊 这个严重的灾害造成了不重离散 那原来这个 你像他那个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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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不可能在草原上建立中央集权 那本身他就是分散的 那逐水草而居嘛 怎么可能集权 你怎么集权 都集到我这嘎嘎来 那水草够吗 都你这嘎嘎水草够吗 他就是散布在整个草原上 那所以他传统上 从匈奴开始 一直到后来的这个 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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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蒙古 甚至到满洲 这传统上就是左右两翼 那分左右两翼 那我这个 君主啊 甭管是叫什么蝉鱼啊 叫可汗啊 甭管叫什么玩意儿 我在高原的正中央 然后左手万户 右手万户 就左右两翼啊 然后就匈奴就是什么 左贤王 右贤王啊 蒙古人就是左手万户 右手万户啊 女真人就是左翼王 右翼王 分这么两两拨啊 分这么两拨 然后你底下再去管多少个部落啊 部落底下再管多少个士族 他不可能形成中央集权啊 所以你看所有的荣牧民族政权啊 他建立的时候都没有中央集权的传统啊 内部清亚非常厉害啊 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的大概也就是那个呃 后卫啊 就是就是北卫啊 北卫啊 包括啊 你就看吧 北卫 辽 京 元 西夏 清 所有的政权在建立之初 都免不了激烈的权力争斗啊 就内部清亚非常厉害 你像元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内部清亚贯彻始终啊 成吉斯安一死啊 这个窝口台跟这个托雷俩人都掰了啊 然后他们后世子孙就斗 斗到蒙哥忽必烈的时候胜出了啊 然后忽必烈又跟自己的弟弟阿里不哥斗啊 等到忽必烈胜出了之后啊 然后这个忽必烈 传给他的孙子铁木耳 铁木耳一死 然后这个海山又跟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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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拿达又开始斗 一直斗斗斗 一直斗斗元朝灭亡啊 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个什么传统的什么皇位 什么敌长子继承什么世代相传 没有这一说草原上谁这个硬啊 谁拳头大 谁胳膊根粗 谁是老大啊 谁是王者啊 所以他都是这样啊 全都是这样啊 因为他他不可能建立中央集权 他没有这个概念 而且你想那个草原上地标都没有啊 你以什么为戒啊 你说咱俩什么 像中原王朝这样什么实行郡县制 你这开玩笑 你郡是毛的县 是吧 你怎么郡县 你以什么为戒啊 你你说你一条河为戒 你这条河有多长吗 一座山为戒 山也少 基本上就是连块石头都没有 你立个地标都没法立 而且牧民嘛 他就是一年四季要游牧的 那我竹水草而居 哪边水草丰美 我就要去哪边 你凭什么不让我去啊 所以他这个草原民族是不可能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度 也不可能建立起这个大一统 他必然是分散的四分五裂的 当有外敌的时候大家 咔合起来一块 合起来一块 这个云南大理 咔合在一块 是吧 然后呢 一起向外冲 只要外敌一消失 OK 马上就自个儿斗 这个很正常 所以呢 你像这个北方民族啊 他就有这么一个特点 有这么一个特点 就是说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东北的民族其实也一样 那东北的民族呢 他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他没有这个什么这个 就是没有这个传统啊 没有这个中央集权的传统 所以你看清朝初年啊 巴贝勒共义国政的时候啊 你甭管是黄太极斗掉这个阿敏 蒙古尔泰 还是后来这个多尔滚 跟这个什么这个肃秦王豪格之间的斗争 你包括后来顺治皇帝清洗多尔滚 都可以看作是这个遗存啊 都可以看作是遗存啊 谢谢谢谢啊 喜欢我啊 我也喜欢你们 是吧 然后你这样一来的话呢 等于就是说这个 这个北方是这么的一个 这么的一个情况啊 那你西南部啊 你高原 你像这个吐蕃的也是这样的情况 你包括党项也是这样的情况啊 党项等于李元昊死了之后 李亮作呀 什么李炳长啊 就这些个皇帝的说 基本上都是后族专权啊 就就就就内斗不已啊 到后来这个崇宗啊的时候啊 仁宗的时候 还有这个仁德尽要分国呢 还有这种事呢呢 那你听我那个塞北三朝里边啊 都给大家计划 那么这个 由于他经济的不确定性啊 所以他南下中原几乎成了他唯一的选择啊 那么这个中原王朝的应对方法呢 就是修建一座长城啊 挡住这个游牧民族南下的脚步 就是我绝对不到你那儿去 你只要别下来到我这儿来 就完了 那这个长城呢 实际上就是 按咱们中国的话讲呢 就是农牧业的天然分界线啊 十五英寸等降水线 四百毫米等降水线 那长城以南的土地年降水量超过四百毫米 那长城以北呢 不到四百毫米 不到四百毫米的地方 就不能耕种啊 就不能耕种啊 唯一的例外 是河西走廊啊 因为这个河西走廊 你像那个就是河西四郡啊 五威 张业 敦煌 九泉 都是没有什么降水 但是呢 有齐连山上的血水下来啊 所以张业的米特别好吃 被称为什么赛上江南啊 那什么这个赛外江南 为什么 就因为他有齐连山的血水 有地上的水 你看那个敦煌有党河水 敦煌的地方年降水量不到四十毫米 蒸发量是两千四百毫米 那他还有水啊 那水呢 那哪来的 血水 是吧 血水 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他就是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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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来啊 就是这个就是造成的这个他那能够耕种啊 但是大部分的这个呃 就是不到降降雨不到四百毫米的地方不能耕种 他只能是这个呃 种就是呃 种草 养生口啊 所以呢 你看咱们咱们说这个过去说那个那个呃 赤肉穿金山下 那这天四穷炉 泪盖四雅 天苍苍野毛帮 风吹草地陷牛羊 你不信这个邪啊 就是中国历史上呢 这个因为汉民族的这个中原地区啊 多战乱啊 所以这个汉民族地区 汉民族呢 就经常的要迁徙啊 迁徙到这个中国的全国各地 是吧 所以今天为什么汉民族分布是最广呢 他要迁徙啊 你这一迁徙呢 大概就是两个方向啊 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是往南 一个方向是往北 往南 说实在的是好事啊 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开发 促进了这个中国经济动心 往东南的转移啊 否则的话 以西北贫瘠的地利 他肯定养活不了这么多人啊 肯定啊 就跟那个是上一次那个循迹那个漫聊那个节目完了之后 就是有那个朋友问问题 就问我这么一个问题啊 说这个呃 幽云十六周丢了啊 那为什么两宋和以后的王朝不迁徒 长安 长安那儿有地理之险啊 也打不进来啊 啊 为什么不迁徒那儿 是因为那儿养活不了这么多人啊 八百里秦川卧野 经过汉唐的过度开发 早已经这个这个就是很贫瘠了啊 汉唐时候兴修的这些水利工程也都堵塞淤塞了 那儿养不下这么多人了 所以唐朝之后没有人在建都西安啊 就是糟蹋的差不多了 说白了就是啊 经济中心这个时候往这个南移了 往东南移了 所以政治中心也得跟着过来 那那你汉民族往南迁徙 有这个啊 有这个作用啊 应该说或者说这个作用还不错啊 你看那个南方条件那么好 是吧 这个这个中庄稼 他们那一年两熟三熟啊 插根筷子都能长出庄稼来啊 但是为什么一开始经济重心在北方 就因为南方人少啊 南方人少 汉朝的时候 南方人才占这个全国的18.8% 北方人占81.2%啊 到了这个唐朝才基本持平 从宋朝以后 南方的人口数量就超过了北方 是吧 那这是好事儿 但是你想啊 他不光是往南迁移啊 还有一部分这个中原人往北走啊 出赛了啊 往北走啊 又不像王朝军那种出赛啊 往北走啊 他主要就是来到今天的这个蒙古高原啊 和包括东北地方啊 往北走 你往北走的结果啊 往北走的结果 那 那就是其实说实在 就对北方的这生态环境是一个极大的破坏啊 为什么呢 就是他那个地方降水量不到400毫米 他只能长草 你非要种庄稼 你种庄稼的结果最后 是吧 就是这个庄稼长不出来 草也不长了 是吧 你看那个就是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啊 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化学老师 当年呢 就是这个十年浩劫的时候呢 他就是在内蒙插队 在内蒙兵团啊 包括我们的副校长也都在内蒙兵团啊 这个这个插队啊 他们插队的时候呢就说啊 说你看我们那些有的同学在这个东北地区插队 好歹把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啊 就你先甭管这上山下乡这事儿 有意义没意义 但是好歹东北地区是得到了开发啊 今天你到这个这个黑龙江什么 你看一望无际的这个 稻田啊 还是什么 就是庄稼地 是吧 这个一直能远到天边的庄稼地的啊 所以他这个确实是有作用 东北肥沃的黑土地适合长庄稼 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东北的米是最好吃的 是吧 是什么米都说自己是东北大米 都非常好吃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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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在内蒙插队 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呢 是吧 是吧 把好好的草原就破坏成了戈壁摊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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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不能长庄稼 你非要跟那种 最后就都变成了戈壁摊 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本来风吹草地陷牛羊的地方 你现在风不吹都能看见黄鼠狼 为什么 就是因为汉民族的这个迁徙 其实对那个那儿的生态环境 是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了 那是很大的破坏啊 所以 为什么荣牧民族会南下 南边长城以南 有他需要的一切 是吧 为什么中原王朝不会北上啊 就中原王朝没有一个王朝啊 这个是想 这个说我把这个北方民族 我给他彻底灭了 没有 就汉武帝这么想过 就汉武帝这么想过 这个一会儿我们会讲这个问题啊 就汉武帝这么想过 别的皇帝就都再不这么想了 因为知道就汉武帝用事实证明我错了 这一点是根本做不到的 你说我把匈奴人都灭掉 根本不可能 我把那地儿建立郡县 不可能啊 您顶多跟那立一个杯 磕两块 磕点刺吹翻牛逼 你就撤回来就完了 你不可能站那个地方 因为那个地方 你想要的什么都没有啊 所以后来为什么那个 你看那个明太祖皇帝 他写这个皇民族训 列了15个不争之国 那就告诉后世子孙 不要视中国富强倾起边信 中国周边的国家都不许打 一共列了15个国家 那基本上就是中国所有的邻国 这个明太祖都告诉他的子孙 不要打 不要打 那为什么不能打 明太祖说的特别好 海外诸宜 隔山陷海 辟处一语 得其地不足更价 得其民不足使命 你要那地儿没用 隔山陷海 辟处一语 然后你得了他的老百姓 他都听不懂你说什么 你还得给他培训汉语什么的 是吧 你不足使令 是吧 你得其地 那地很贫瘠 也不能中 那算了 所以咱千万 而且你还得劳实远征得 花那么多钱 算了 咱别干这事 是吧 六中而至一大 六蛋四斗 六蛋四斗 是一中 六中才能到一斗 那也就是说什么呢 你运过去一斗粮食 吃粮的人要吃掉192斗 就他的比例是192比1 你往蒙古高原 往西域地区 往东北地方 你运粮啊 就困难到这种程度 而中原人是要吃粮食的 你不能像那个游民族是天上飞过去个什么 地上跑过去个什么 一箭射死 拿火一烤 甚至烤都不烤 嚼不嚼不就吃了 抹盐也行 不抹盐也行 你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你这个成本太高 所获无几 所获无几 因此你这种事不能干 我们就修一个长城 你这过来就完了 是吧 所以那个那个虽然唐朝人什么写诗啊 这个但始将军能百战 不叫天子 就这个但始将军能百战 不叫天子驻长城 你百战 你也得驻长城 你就是百战百胜 你还是得驻长城啊 你还得用这个玩意儿瞒住他啊 别让他过了 当然虽然这玩意儿也其实不太灵啊 也拦不住 拦小规模的写大规模入住中原 这长城没有一次管用的 人都过了啊 都过了 但是不管怎么讲 就是长城的象征意义就在于呢 中国农牧业的天然分界线啊 这个北方就是这个农耕两种文明啊 农耕文明跟游牧文明啊 的这个分界啊 长城以北只适合游牧 长城以南啊 是适合这个这个农耕的啊 是适合农耕的啊 是这样的啊 这样的 而且大家可以可以注意到 长城在不断的往南移 秦长城比明长城靠北一千华里啊 说明什么呢 就是400毫米等降水线15英寸等降水线不断的在往南 实际上是适合农耕的地方越来越小了 适合游牧的地方越来越大了啊 而你这个游牧区还做还遭到了这个啊 破坏啊 所以这个是 啊 这个 所以这个是呢 很很严重的一个 呃 一个问题啊 就是这个 你你看我们如果到了蒙古草原上 那你会发现这个 你甭说这个 你想盖房找砖了 连石头都没有啊 那你像中原人到那天天手手把肉 是吧 天天那个烤串 是吧 然后那个吃不到的新鲜蔬菜 没有房子住 你根本就受不了 那这个野营嘛 这个野炊什么那个烧鲜 你回头口啊 然后搭帐篷 一两天两三天你行 那一两天两三天你行 让你在那呆个十天半个月 你就疯了 你就疯了 我看这朋友圈有那个尤其是女孩啊 去野营的 一开始特别高兴 在后来就是我要上网 我要那个 我要那个什么也找厕所 我要洗澡 其实受不了了 那我还要嘛 所以那也就是瞎掰的事 因此汉民族他就不适应 才可逃在草原上 是上的生活 所以我们对草原没有兴趣 啊 我们对草原没有兴趣啊 为什么我们不能站领 草原不能在那建立領土 不可能能在那建立領土的朝代就兩個 一個元朝一個清朝 這兩個都不是漢民族建立的王朝 中原王朝沒有可能去管轄內外蒙古 新疆西藏青海沒有可能 因為那個地方它不是農耕區 不是農耕區你就管不了 你就管不了 你沒有這個能力去管 為什麼河西走廊能管 有農耕 河西四郡我有農耕 那兒就能養活漢族人 我就能適應那兒的生活 所以為什麼朝鮮越南 為什麼這個日本 這些國家受中國文化影響 農業地區農耕文明地區 為什麼你再往那個西域地區去傳播去 就不行了 為什麼西域各國它就不能接受漢語漢文 它仍然用什麼去盧文啊 土火羅文啊 就這些個伊朗語系的民族的文字 北印度的文字 它為什麼不接受 就因為你的這個農耕文明 你傳播不到那兒 農耕文明的極 中國文明的極限 就是農耕文明的極限 東南亞地區 因為它受印度文化的影響 印度文化 這個也是一種農耕文明 它是受那個文化的影響 而且它 因為有喜馬拉雅山的阻隔 後來有越南的阻隔 你過不去 你傳不到那兒去 中國的文明能傳播到的地區 都是農耕文明的地區 所以你像油牧文明 商業文明什麼 你就影響不到人家了 就是這個道理非常簡單 是吧 所以我們對於不能耕作的土地 是沒有興趣的 所以我們就很少對蒙古地區 採用這種什麼軍事征服 什麼這樣的一種手段 因為用這種手段 是非常得不償失的 非常得不償失 那麼歷代王朝 對於這個北方民族 你甭管是這個匈奴系 東湖系 還是東北的速勝系 他的態度 就是歷代王朝的態度 蓋貨起來 就是三種 三種態度 第一種叫全面出擊 第二種叫做 這個就是靈活運用 分化瓦解 分化瓦解 第三種叫硬港到底 硬港到底 這三種 當然了 這個 這三種態度 中原王朝 往往不是說 只採取一種 往往是這個 就是靈活運用 就幾種都用 幾種都用 但是呢 這個 就是你概括起來說 就是說他以哪一種態度為主 全面出擊 這個分化瓦解 靈活運用 和這個硬港到底 到底是這個 哪一種為主 咱們簡單的把它概括一下 可以說什麼呢 漢朝是典型的全面出擊 漢朝兩漢是典型的全面出擊 隋唐呢 就是靈活運用 分化瓦解 宋明呢 就是硬港到底 硬港到底 跟你死港 死港硬港到底 那麼現在看起來 水平最高的 無疑是隋唐 就是這個 分化瓦解 靈活運用 無疑是隋唐 那這個漢朝也好啊 宋明也好啊 他的這個水平 比起這個隋唐來呢 就低了 就低了 尤其是這個 宋明 最後都死在這上面了 死在這個硬港到底上面了 死在上面 那就更慘了 咱首先講 就說這個漢朝採用這個全面出擊的這個策略 他為什麼會採用全面出擊的策略呢 道理非常簡單 在這個漢朝建立以前 沒有跟少數民族政權大規模打交道的這個傳統 是吧 你像那個先秦時代的少數民族沒有強大的政權 華夏各民族是四分五裂的 先秦也 先秦時代少數民族也一樣 你甭管是什麼山榮犬榮 然後什麼這個這個這個什麼赤敵白敵 什麼陸魂榮 這些蠻夷榮敵 包括那個什麼義渠國 這些政權 都是小不丁丁點兒啊 今天的一個縣啊 就那麼大的一個政權 最後被華夏諸民族就滅掉了 然後這個 戰國後期匈奴開始強大 但那個時候匈奴還沒有完成整個這個蒙古高原的統一 所以那個時候你像秦啊 趙啊 燕啊 三國都直接出擊匈奴 等到這個 秦朝建立以後 正好呢 趕上那個草原上的一代雄主 莫獨蝉魚 崛起完成了蒙古高原的統一 可是你別忘了這個秦始皇也是一個牛人呢 是吧 他這個秦軍當然百戰之師 是吧 剛剛滅了六國 統一天下不是白給的 所以蒙田北逐匈奴 啊 雀匈奴七百余裏啊 然後這個這個收復河道地區 建立郡縣移民助手啊 所以他這也就是 硬港的這種手段啊 到了秦末大亂啊 然後莫獨蝉魚趁機南下 在漢高祖率兵北上白登之為 硬港失敗啊 然後開始搞和親啊 等到這個漢武帝都是積攒了六七十年的國力啊 覺得老子可以了 繼續大規模的硬港 三次出擊末北啊 公元前這個一百二十七年 公元前一百二十一年 公元前一百一十九年 三次出擊末北 就是要消滅匈奴的主力啊 甚至呢 斬首匈奴蝉魚 徹底這個斷絕匈奴的這個這個 呃 編幻啊 但是最後結果呢 公元前一百一十九年龍城之戰啊 匈奴蝉魚 僅以申免啊 大將軍魏清啊 票計將軍獲居兵 這都是一代民將啊 這個這個大破匈奴 把匈奴主力幾乎朱殺殆尽 最後的結果呢 匈奴還是匈奴 對吧 漢朝還是漢朝啊 雖然人丟了這個麒連山 丟了燕之山 墨南吳王亭吧 墨北人仍然是呼風唤雨啊 然後時不時還要南下 騷擾你 到最後沒有轍了 怎麼辦 分化瓦解啊 五蝉魚病例 而且利用他天災人禍的機會 五蝉魚病例 然後招軍出賽 開始和親 開始用分化瓦解的手段 而且那你關鍵是 咱們講你這個主動出擊的 全面出擊的策略 收穫非常小啊 收穫非常小 是吧 把那個這個 那個那個 歷代高惠文景 歷代楚姬掃蕩無魚啊 六十萬匹戰馬 還剩四千匹啊 這保國都不夠了 你還怎麼打仗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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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明顯是失敗了 所以後來 唐太宗評價這個 漢武帝這個全面出擊戰略 都是他說的特別好 漢武 窮兵三十餘年 疲蔽中國 所獲無幾 是吧 你能得到什麼玩意兒 你殺了個匈奴人 得了那個得的那些地盤 你看守得住嗎 啊 你看守不住 啊 你你你如果派兵駐守的話 這花錢花扯了 啊 你看守不住 所以你乾脆就就別干這事了 那你部隊就撤回來了就完了 啊 所以你看到這個 唐朝的時候 手段明顯就技高一籌 包括這個隋唐啊 兩代都是這樣技高一籌 突厥為什麼分裂成東突厥和西突厥 隋文帝的這個本是嗎 啊 隋文帝一瞅 哎 這個這個草原民族啊 他這個肯定會爆發內亂啊 因為這原因我前面講過 他肯定會爆發內亂 於是派使者搞這個 銀彈外交啊 帶著錢去啊 然後籠絡對這個 這個突厥可汗不滿的這個王 阿什納王族 讓他自立 這樣東西 這個突厥就分裂了啊 甚至那個東西突厥 彼此把對方視為最大的仇敌 反而 沒覺得中原是是仇啊 甚至那個唐太宗滅東突厥 就是西突厥的袖手旁觀啊 等到唐太宗滅西突厥的時候 打跟著去打仗的好多都是那個東突厥的降降啊 像那契和秘利啊 最著名的就是阿什納杜爾 那阿什納本身就是羞辱王族啊 就是突厥的王族 才姓這個姓 阿什納 結果這阿什納杜爾封國公封大將軍陪似昭靈 啊 給這個唐太宗在臥室門口站崗 其實有今天的門審啊 不是遇吃盡德和秦書寶 是一個突厥人 阿什納杜爾 是吧 他是突厥的王室成員 結果他跟著去打西突厥 打自己的同胞 跟著去幹這個事 是吧 就是他用那種分化瓦解的手段 為什麼呢 就因為隨行兩朝 咱們講過大有糊氣 不好意思 我去接一下水啊 就是因為這個咱們講過這個隨唐兩朝啊 他是大有糊氣啊 他可能是漢化的這個突厥人啊 或者這個突厥化的漢人啊 這個建立起來的這個這個王朝啊 所以就是少數民族那一套東西 他都懂啊 他都懂 而且他也不覺得就這麼做呀 有什麼這個就是什麼聖之不武啊 什麼這個不不正大光明啊 什麼不光彩啊 他不覺得有什麼這東西啊 所以呢 他用那種各種這個分化瓦解的這個這個 手段來對付這個少數民族啊 非常有效啊 即便是消滅了這個少數民族政權之後 是吧 你看咱們講說漢朝 你滅了這個匈奴 你滅了匈奴之後怎麼辦呢 你又不可能控制蒙古高原這塊地方啊 所以匈奴被滅之後啊 那個地方呢 就興起了什麼這個 就被東湖人又重新 東湖人又殺回來了 本來 匈奴人打敗了東湖人 東湖人呢 就躲進了大興安嶺的深山老林 躲了300年啊 直到這個匈奴被兩漢擊敗 被兩漢擊敗 兩漢擊敗的匈奴人 實際上是為東湖人做了嫁衣裳 因為你你站不了那個地兒 你沒法統治那個地兒 是吧 那你的你的兵一撤回來 原有的主人又沒了 那周邊民族就填補這個空缺 所以東湖人走出了這個大興安嶺的這個原始森林 又回到了這個草原故土 改名叫鮮卑叫烏環啊 最後鮮卑人又大舉南下啊 又建立了這個強大的北魏帝國啊 分成東魏西魏北洲北齊 又下來了等於統治了這個北中國好幾百年 你你等於是這個漢王朝等於是啊 為這個鮮卑人做了嫁衣裳啊 所以你因為這個這個這個李唐對這一套東西啊 是太熟悉了啊 寫的什麼字太小了啊 這個呃李唐對這一套東西呢 是太熟悉了 那所以李唐王朝呢 他就絕對不能允許這種情況再次發生啊 所以他消滅任何一個少數民族政權之後 他採取的這個政策啊 都是這個也這麼一點 全其部落順其土俗啊 義其政不義其俗啊 哎我這個雖然把你消滅了啊 但是呢我仍然用當地的這個人啊 管理你當地的部落 你那呢就屬於這個 按我們現在的話講呢 就是少數民族區域自治啊 是我們這個民族特區啊 這麼管你還是在你原來那地兒呆著啊 這樣的話呢 我不用派人去管理那啊 管理那而且呢你被我征服了 你肯定對我死心踏地了啊 啊這樣的話呢你也不會呢再造反 但是後來突厥人趁著這個唐朝內亂 那唐朝自身的問題啊 這個政策本身是沒有問題的啊 比你把把他們都打跑啊 啊然後是這個給別的民族創造機會 這個手段是要高得多的啊 是要高得多的 所以隨唐時期就是策略非常靈活 分化瓦解啊 在各個少數民族之間縱橫百合 所以他才能被稱為這個天克汗啊 啊然後你像這個這個回合人呢 甚至這個願意幫助這個這個突厥啊 去這個啊 回合人呢 甚至願意幫助這個呃 這個這個這個禮堂啊 去平定安始之亂啊 甚至呢去打這個吐蕃啊 陛下若患西戎啊 子情以兵除之 我是您的女婿 就是半個兒子 半子爺 我我幫您那個出兵啊 去這個這個去去去幹幹那個突厥去啊 這個這個就合同為一家我幫你幹去 那是這個意思啊 那是這個意思啊 所以他這個手段非常高評啊 然後你到了這個宋明時代 那他這個時代呢 就是兩個特殊的時期 宋成唐末五代之亂啊 唐末五代之亂 唐為什麼亂啊 這個大家都知道 是一名安始之亂啊 安和始都是這個不是漢族 是吧 所以這個陸游一寫是天堡胡兵獻兩金 是吧 在那個就是少數民族啊 蘇特人是中亞地區那斯坦的那些地區來的人 蘇特人蘇特商人的後代啊 所以這個唐朝都是大量的胡兵胡將 這個竊距高位 是吧 你到了這個 特別是到了這個五代十國的時候啊 五代十國的時候 你像這個後唐啊 這個後晉啊 後梁啊 不是除了後梁之外啊 這個這個晉唐啊 漢州都有沙陀人的血統 起碼晉唐 呃這個還有 呃 這個晉呢叫這個唐晉啊 還有漢這肯定是沙陀人啊 就是說這個呃 就是說這個呃李存旭啊 然後這個劉之遠啊 啊 然後這個這個呃 石敬唐啊 這些人肯定是沙陀人 沙陀就是突厥的別種 啊 突厥的別種 那這等於少數民族啊 他們這個入主中原啊 所以到了這個呃 兩宋的時候啊 是純漢族王朝 又是佔領了這個中國的 最核心的農耕地區 又面臨著北方騎馬民族的強大威脅 所以這個漢民族的民族主義思想 空前高漲 空前抱團 是吧 空前抱團 因此這個民族主義 就變成了一種正直正確 啊 任何跟這個敵人啊 要有這種什麼合同為一家啊 什麼聯姻啊 什麼這種妥協 是絕不能接受的 啊 絕不能接受的 啊 所以我們給他碎幣 可以啊 給他碎幣那並不是妥協 啊 並不是妥協 啊 讓我們瞧不起他 啊 賞點玩意兒 裡頭老老實實呆著 是這個意思 但是我們從內心是瞧不起他們的 啊 文化上我們自認為是高人一等的 啊 所以這個 你甭管是 就是後來這宋徽宗 你說他怎麼那麼二啊 他怎麼能做出 你看不到金能滅寮 金那麼強大 啊 然後你這個這個這個 去聯合金滅寮 你不是二嗎 跟後來這個宋李宗 你竟然聯合蒙古去滅金 這不是二嗎 啊 你了解他這個民族主義 是一種唯一的政治正確 你就能夠理解 他為什麼會這麼做 啊 就民族主義爆棚了 啊 誰欺負過我們 我們非得弄死你不可 敵人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朋友 至於這個朋友 沒有後來會不會變成敵人 我完全不考慮啊 所以我必須得 我必須得把這個這個這個我的敵人打倒啊打倒啊 所以他就是就是這樣 雖然你這個敵人可能跟你一百年幾幾多少年都沒有打過仗 這個仇都是幾幾輩子以前的仇了 不行啊 那我也要這個這個記著這個仇啊 我什麼 甭管是恢復幽雲 還是二聖之 這個靖康之辱 我一定要記著這個啊 我我結果呢 最後我招惹到了一個更強大的敵人 是吧 所以王福之那個使劍那個說吧 兩宋以核心以戰亡啊 兩宋都是這個這個 這個以這個核一心啊 以這個這個攻戰而亡啊 都是因為這這樣亡的啊 所以呢就是我這個 這個民族主義爆棚的情況下 這個民族主義成了一種政治正確就只能硬港 明朝也是一樣啊 明朝是這個太祖皇帝提三尺之劍驅逐猛物 這個光復中原 剛把蒙古人打跑了啊 剛恢復了中原 以這個漢族正統王朝自居的啊 我怎麼可能去跟這個勇武民族什麼談和呀 什麼和同為一家呀 然後什麼的 什麼給他下架公主 這絕沒有這種可能啊 就是死磕到底啊 就是死磕到底 所以你看明朝動不動就要搞北京保衛帶 啊 余謙保衛了一回啊 然後到這個嘉靖皇帝的時候 蒙古小王子又包圍了北京啊 就是耕虛之變啊 然後到了這個民末的時候 袁崇煥又保衛一回 動不動首都就被圍啊 就只能是靠著自己龐大的體量挺過去啊 這不是像那個宋朝似的啊 動不動就就就 也是老搞這種首都的保衛戰啊 就只能是這樣子啊 去去去跟人家硬港啊 包括最後他那個 跟李自成也好 跟黃太極也好 這個全面出擊啊 既防民又防寇 那最後的結果呢 就是把自己玩死了啊 玩死了之後 江山先生被李自成丟了 最後這個給大清 這個摘了桃子 所以呢 這三種策略 明顯的是呢 隨唐的時候 技高一筹啊 技高一筹 是吧 這個其他的呢 這個都是 這個這個 就是不如這個 呃 就是 漢唐啊 嗯 甭管 就不如唐朝 甭管是漢 還是宋明啊 那宋明的那種 硬港的那種手段啊 就是死磕到底啊 死港到底 完全不顧忌自己實力 這種手段 那這更是太low了 lowlow之右low 啊 那真的是太low了 是吧 所以咱們看呢 就是 呃 歷史上對這個 中原王朝啊 形成這個 威脅的這個 主要的這個 民族啊 就是北方這三大系統啊 然後前面呢 我跟大家 呃 好像 強調過這個概念啊 強調過這種這個這個概念 就說這個 這個 湧民族是很難被漢化的啊 就是說 甭管是 呃 匈奴系 還是這個 東湖系 是很難被漢化的 所以你看那個 匈奴人呢 啊 突厥人呢 呃 匈奴柔然 突厥 回河 都不可能被漢化 那都不可能被漢化 那這個回河人就是維吾爾人 直到進入這個新疆之後 他才開始農耕定居啊 上下的時候他都是逐水草而居 啊 是不可能那個被漢化的啊 那麼東湖人也一樣啊 那東湖人的鮮卑是一個特例啊 入主中原之後啊 這個漢獻帝啊 這個這個這個 就是漢獻帝 入主中原之後 魏孝文帝啊 以這個這個 就是廢除本民族語言文字 生活方式 那個 這種方式 融入漢族 但是呢 結果最後也其實也是造成了北魏的早亡啊 因為這個聽我講那個魏晉南北朝的那個 都應該知道是吧 北魏滅亡是源於六鎮起義啊 六鎮起義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你首都從平城遷走了啊 啊 六鎮一下成了遙遠的邊疆 無族輕重啊 啊 所以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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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六鎮士兵起義 啊 六鎮士兵起義 就這就是這包括你全面的漢化 實際上不是不是特別得人心的啊 它是一個特例 剩下的你看那個什麼呃 遼國啊 遼國是一國兩制是吧 以國制代漢代代漆丹以漢制代漢人 就漆丹人不曾漢化 啊 所以像耶利大使那樣以這個漆丹人的身份 種漢林啊 辭辰出身啊 最後能這個耀陽在萬里之外這個這個 星滅忌絕這太難得了啊 太難得了 是吧 所以 這個是呃呃 不能漢化 那源就更不用說了 蒙古人就更不會被漢化 反過來我們看這個 肅慎系的民族啊 從渤海人啊 建立的這個就從墨河人建立的渤海國 渤海國 渤海國就高度漢化 那高度漢化 所以那個溫廷雲不是寫詩 送那個渤海王子歸國 江里隨崇海 車輸本一家 啊 盛勳歸故國 家具在中華 那海東盛國 所以這個這個 迅速的就漢化 高度的漢化 渤海人就這樣啊 然後到女真人建立的金 也是迅速的漢化啊 然後滿洲人建立的青 迅速的漢化 為什麼就是生產生活方式 跟我們有相同的地方 漁獵民族嘛 啊 辦這個漁獵 辦農耕啊 這個辦定居啊 你看那個那個 他們住的地方都是寨子 都是一個固定的寨子 你包括奴爾哈赤起兵的時候啊 那個 這個東北部都是一個一個的小城嘛 啊 那種城其實就是寨子 山包上的那個寨子 如果大家以後有機會去那個 沈陽的那個 遼寧的新賓縣 看那賀土阿拉城 山上一個寨子 但他是定居的 他不是說那個草原上那個蒙古包啊 過幾天一起 走了 那換地兒不是那個意思 那他就都是有寨子 定居 那他他知道這定居的好處啊 是吧 知道定居好處 那以後他進入中原之後 哇 這城市越大越好嘛 住的越舒服越好嘛 所以他就嚮往這種 先進的文明 因此他就有可能 被漢化 而你這個這個 游牧民族就不可能被漢化了 所以這就是很好的能夠解釋 為什麼這個 呃這個女真人哪 什麼這個這個 這些民族可以啊 而這個 呃 游牧民族就不可以 那就不可以 另外一個呢 就是對這個 呃中原王朝構成威脅的 就是 呃咱們講過就是 唐朝的吐蕃啊 和這個 呃 就兩宋時候的黨項啊 當然黨項主要就是北宋啊 到南宋都是他已經跟南宋不挨著了 那這就談不上威脅這個南宋了 主要就是北宋啊 北宋的這個黨項人 建立的西夏啊 這兩個王朝呢 它是跟這個 呃 中原王朝呢 是有這個合戰關係啊 有很大的這個影響的啊 有很大的影響的 特別是這個吐蕃啊 吐蕃帝國存在的這二百多年間 基本上呢 年年跟唐朝打仗啊 甚至呢 這個吐蕃的名將紮欄陸宮啊 是吧 然後還這個 呃 就佔領過這個 呃 還佔領過長安啊 然後立了一個偉皇帝啊 立了一個偉皇帝啊 所以這個 呃 這個偉皇帝呢 就是 呃 那個金城公主的 職子啊 就因爲金城公主 嫁給了吐蕃 贊 尺帶朱丹 啊 所以算是吐蕃人的親戚啊 讓他呢 當了這個十五天的皇帝啊 後來因爲這個吐蕃人罪養啊 所以在把長安大肆強掠了一番之後 撤走了啊 撤走了 所以你看那個 呃 唐朝人的時候啊 就驚嘆 說這個說這個吐蕃呀 自古西戎 未有如私之盛啊 從來這個沒見過西戎這麼強大 就沒見過那個這個 呃 北方 就是西方來的民族 尤其西南來的民族 這麼強大 沒沒沒沒沒沒見過吧 因爲基本上就是對我們構成威脅的民族 都在北方 沒有這個西南的民族這麼強大 但是呢也就是 呃 吐蕃這個這個一個啊 這一個民族啊 因爲等到這個 朗打馬一滅佛啊 然後這個被這個被馬多吉一暗殺啊 兩個兒子一爭位啊 這一爭位的結果最後呢就是 吐蕃王國呢 就分崩離析了啊 盛極一時的血润 血域王國啊 就分崩離析啊 然後就再也沒有統一過啊 這個從唐朝 吐蕃帝國崩潰 九世紀崩潰 所以就再也沒有統一 再次統一就到清朝了 就達蕃武士啊 建立葛丹波張王朝之後 才算是再次統一啊 但是呢 他那個時候就得受中央王朝的管轄 受中原王朝的管轄 就清王朝對這個呃這個這個地方派駐鑄 遇上大臣就開始管轄他了 那就歸屬中國版圖了啊 所以呢 他的這個這個影響力呢 就是陷於唐朝一代 跟中原王朝的關係陷於唐朝一代啊 那麼西夏呢就更是了啊 西夏就更是 而且呢 西夏不但只陷於北宋一代 也只限於西北一地 是吧 你像他從來也沒有這個 深入到宋境來 不像那個吐蕃人啊 在西藏 不是在這個雲南 在四川 在西安 在青海 全面深入進攻唐的領土 這西夏沒有 反倒北宋一直進攻他啊 北宋一直往他的府地去打啊 到這個 宋徽宗的時候 連天都山都佔了啊 橫斷了這個這個 這個遮斷了他的他的出口 沒把他的出口都掐住了 脖子都掐住 是吧 還鍛鍊了出一支巨能打的西軍 是吧 如果沒有這個 靖康之變的話 那就真不好說 那說不定了 西夏就真亡了國了 真的不好說的 那不好說的 是吧 所以這個就是說 他這個 呃 的影響呢 就明顯的還不如吐蕃 那因此呢 古槍系民族 他跟這個 呃 中原王朝的影響呢 就不是特別的大啊 不是特別的 至於咱講的那個 西域各民族啊 還有呢 就是咱們說的這個 呃 這個 百越 那就是越 呃 各民族啊 這個呢 就是 呃 影響力就更小了 那就更小了 有的就是真是我講那個 啊 就是 嗯 好好好 好幾個民族政權 湊不出一集節目啊 湊不出一個材料來 啊 就是這個這個影響力太小 就只能湊一集啊 有的呢 那就是 嗯 你像那個楼蘭啊 什麼的大一點呢 頂多也講兩集啊 這兩集就講過幾千年去啊 有的那了不起 最了不起的 是高昌講三集 那就不得了了啊 所以 呃 一共湊了四十多集嘛 那個那個那個 這個編賽之外那個節目啊 感興趣的呢 大家呢 可以到這個 呃 YouTube上啊 這個圓騰飛官方頻道啊 去購買 去聽一聽啊 去聽一聽啊 那這個今天呢 就是我要講的呢 就這麼多啊 這個非常不好意思啊 由於一開始的這個技術原因啊 本人對技術的不熟悉啊 造成這個大家等待時間過長啊 聲表 歉意啊 啊然後下邊的時間呢就交給大家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啊 可以讓這個呃 Ryman這個呃 告訴我 或者你直接打在屏幕上啊 他不是屏幕上字太小 不容易就讓讓Ryman跟我說吧 啊 下個時間給大家啊 好 好的 啊 然後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現在就可以提問了啊 然後就是屏幕上方是 袁老師和袁師母的二維碼 歡迎大家打賞 這樣的話就是 袁老師那邊可以直接收到 啊 謝謝大家啊 非常感謝啊 沒有 現在誰都不容力 我也知道啊 非常感謝 好 然後有一位網友他問就是 春秋戰國的越國和百越有什麼關係 啊 是這樣的 春秋戰國時候的這個越國呢 他的這個王族應該是華夏民族 他號稱也姓姬啊 號稱是這個中王史的後裔啊 或王族是華夏民族 然後呢 他所有的老百姓基本都屬於越人啊 就百越人 所以那點那個人的那個特點就是這個 斷髮早齒啊 就是說這個嗯 頭髮要切斷啊 因為漢民族是絕不能這個成年男子是絕不能斷髮的啊 斷髮早齒穹面紋身 這個臉上刻花紋啊 身上也刺花紋 就跟台灣的那個原住民似的啊 就是以前有這種傳統啊 斷髮早齒穹面紋身 這明顯不是華夏民族的傳統啊 華夏民族絕不可能斷髮 紋身呢 都是 這犯人是吧 林聰什麼才臉上蓋上印去紋身 這個送到那個什麼去啊 所以他絕對的這個主體民族 應該不是這個中原民族 包括吳國也一樣啊 吳國也一樣 所以呢 為什麼你看這個這個就是春秋五霸裡邊 其實吳王河裏月王勾劍 那都是典型的霸主啊 都北上去惠盟的 中原各國都要這個這個向他臣服的啊 但是呢 你看 寧可這個春秋五霸裡邊把這個沒跟中原惠過盟的這個秦木公啊 和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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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鬥樂的宋襄公家裡邊都不要這個啊 所以春秋五霸就是什麼祺環公 晉文公 秦木公 宋襄公 宋襄公 楚莊王啊 或者呢 是應該是其實應該是這個祺環公 晉文公 楚莊王 這仨是絕對的 人家楚莊王都問鼎輕重了 到中原問鼎輕重了 這絕對是霸主啊 絕對是霸主 剩下的倆 就應該是吳王河裏月王勾劍啊 但是呢 這個因為他倆實在是太滿意了 所以中原王朝不太見他們啊 有人再寫史書就把這個秦木公和這個宋襄公家裡邊了 其實除了這個祺環晉文宋襄 剩下的都不是華夏民族 秦木 秦國是西融 楚國是南蛮 吳越的更不用說了 就更不用說 都不是華夏民族 所以在那個時候的這個 越國就先秦時代的越國 實際上就是這個百越人啊 就是百越人啊 越人 好 好的 多謝岳老師的回答 沒有沒有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想問 關於新疆的回族人是什麼人的後裔 新疆的這個回族 就整個這個回族人呢 就是咱們說今天的這個回族同胞 都是這個唐宋以來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啊 他們進入中國 你們最早他們來中國就在廣州 泉州這個地方定居 泉州今天還保留著這個試鏡 是這個中國最早的清真寺的這個遺址啊 這個中文名字叫清淨寺 這個阿拉伯語叫埃茲哈爾清真寺 他仍然保留這個遺址 那就是宋真宗大中降伏年間就建立的清真寺 但是他們一開始呢是族內通婚 然後呢也不跟這個外族傳教 到後來因為那個你不見得這個族內通婚人夠啊 哪有那麼多這個波斯人阿拉伯人代代通婚 就逐漸的開始跟當地的漢族啊或者其他民族啊通婚啊 尤其到元朝的時候民族大融合達到一個大爆發的程度 跟漢族啊維吾爾族啊什麼這個契丹女真黨相都開始通婚 這一通婚就逐漸形成了一個以伊斯蘭教信仰為紐帶的新的民族 這個民族呢就是在元朝的時候就把他們叫做回會人 後來呢簡稱的就叫回族啊 就叫回族 但是今天大家注意注意一點啊 就是你看那個中華民國在剛剛建立的時候啊 剛剛建立的時候就是他的那個北洋政府時代的國旗 是紅黃藍白黑五色啊象徵漢蠻猛藏回五族共和 但是那個回並不指的單純的回族 而是所有信仰回教的民族啊 因為中國把伊斯蘭教叫做這個回教 所以呢所有信仰回教的民族我們都叫回族啊 都叫回族 中國用的十個民族信仰這個伊斯蘭教嘛 那這個回族啊 維吾爾這個克爾克斯哈薩克塔吉克吉爾吉斯啊 什麼東鄉族什麼薩拉族啊什麼保安族啊 這是十個英文有十個民族信仰伊斯蘭教我們把他們都叫做這個回族 特別你比如說像那個東鄉族他就是蒙古人信仰了回教啊 在這個民國都是把他們叫蒙古回會 後來呢就變成那個新的民族叫東鄉族 就是因為他們跟回族共同的信仰 像這個清朝的時候啊就把新疆叫回部啊回部地區 所以你看那個乾隆皇帝實權武功 憑種戈爾憑回部 這回部指的是新疆啊 指的是新疆 所以你要往上倒祖先就都是真的是阿拉伯人啊 和這個這個波斯人啊這些人的這個後裏啊 好嗯好的 另外一個問題是關於古代少數民族 他們的生產方式比較落後 應該沒有足夠的能力去生產武器軍械 但是為什麼他們能夠崛起他們的兵器從哪裡來的 兵器呢 呃他一個呢是跟這個漢民族有交換啊 有交換的這個就是你不打仗的時候 肯定是可以有交換的啊 另外呢你像這個突厥人是會野鐵的啊 那個那個時候的兵器就是只要你會野鐵就行 吐蕃人能夠製造風涼的這個風力的鐵器啊 這個槍系民族他他上古的民族他就會野鐵 黨項人製造的下國劍 然後送神宗都在佩戴下國寶劍風力無比啊 你包括這個大理國就是這個雲南大理國 野鐵技術非常棒 忽必烈到佩戴的大寶劍就是大理生產的啊 啊你像那個不會野鐵的民族呢 或者是跟漢民族交換 或者呢是通過草原貿易跟內亞民族交換啊 就是那個這個呃什麼波斯人啊什麼的 這些民族跟內亞民族交換 他得到大量的這個這個鐵器啊 啊當然了你像漢唐時代啊 他之所以打不過就是一個匈奴和突厥啊 包括回合之所以打不過漢唐就是因為漢唐的武器太精良了啊 你像那個呃匈奴人的這個箭頭是用魚骨和獸骨磨成的啊 你做刀鐵都做刀了啊哪有這個這個那個再去做箭頭啊 所以箭頭的湊湊湊的完了魚骨獸骨磨的啊你射穿皮甲可能沒有問題 但是漢軍都是鎖子甲這個鋼的金屬的鐵甲你就射不穿了啊 然後到了這個這個突厥的時候更是明光鎧金屬的紮甲 裡邊套著鎖子甲更射不穿啊 所以為什麼漢唐能夠大破匈奴突厥就跟他這個兵器比跟對方佔壓倒性優勢的這個先進也是有這個一定的關係的啊 但絕不是說少數民族他就不會製作兵器啊 相反你又做工的技術啊做那種複合工啊 然後這個做劍的技術這都沒有問題啊都沒有 而且這個少數民族打仗少數民族啊主要是攻騎兵啊主要是攻騎兵 這個聽我講那個就是戰爭史的朋友應該聽過很多遍了 他其實並不強調肉搏或者說呢他並不擅長肉搏就是騎馬射箭啊 攻騎兵為主啊重騎兵很少啊像那個什麼那個那個叫什麼那個 那個叫什麼那個金雍寫的那個射雕英雄亂 一隊拿長矛一隊拿狼牙棒其實很少啊長矛大斧狼牙棒很少啊 馬刀都很少主要就是弓箭啊主要是弓箭這弓箭製作起來應該是還是比較容易的啊 好的另外一個問題就關於歷史上蘭州以及河西走廊一帶的人都是當地人嗎 還是從其他地方遷移過去的都是從其他地方遷移過去的 因為這個當地人呢最早就是這個肉汁人啊就大肉汁啊大肉汁人 後來匈奴人呢把這個肉汁人打敗拿這個肉汁王的頭骨呢做了酒氣 肉汁就西遷了啊 所以張遷通西域不就想聯絡肉汁加工匈奴 聽說這個肉汁人逃到了西域就一直去找啊 後來呢在阿富汗才找到啊這就是這個後來肉汁人在阿富汗建立了著名的貴霜帝國啊 中國的這個佛教主要就通過這個肉汁人就貴霜帝國傳入中國了啊 所以他最早的居民是肉汁人包括這個敦煌啊就我們去敦煌參觀的時候啊 敦煌那個著名的這個馬老嘛這個老老老爺的這個八十了一直在敦煌那搞研究 他給我們講說我們現在理解啊說這敦煌是漢語敦大也黃盛也又大又盛 他說其實這個敦煌啊應該是肉汁語的發音啊應該是肉汁語的發音啊 然後後來這個這個咱們用了這兩個字啊就用這兩個字給他標音啊標音敦煌然後又再去解釋為什麼用這倆字敦和煌為什麼要用這倆字啊 所以他實際上是肉汁人然後肉汁人完了之後是匈奴人 匈奴人後來被霍去病打跑了呀然後這漢朝設立四郡千血都是內地移民 所以都是後來移民的後代歷朝歷代往那移民的後代啊 你包括這個中華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也派人移民到那邊啊 你像那個什麼酒泉什麼什麼什麼那個鋼鐵廠啊什麼這個 這麼好都是全國各地的什麼知青啊技術工人的都是移民嘛啊 西北地區都是這樣新疆啊都是這樣是吧 嗯好了啊另外一個問題是關於當年的入朝明軍 南兵的軍紀是不是要比北北兵好一些 呃這個呢就是說法爭論就非常多了 因為這個呢就是怎麼說呢就是內卷的非常厲害啊就是北軍呢說南軍軍紀壞 南軍呢說北軍軍紀壞啊 北軍呢這個因為他這個統帥像這個提督李如松啊什麼這統帥是北軍出身啊 所以北軍呢他可能就是說句實在話就是嗯比較霸氣啊然後或者說呢掌握了話語權啊 所以南軍呢就是受壓的非常厲害啊可能就是散布各種不利於北軍的這個 呃可以講這個謠言什麼這都有可能啊這個說白了就一筆糊塗啊 啊這個這個這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這個呢就很難就是掰扯清楚了呢到現在呢就更是沒法說了 你看這個呃當時的人的這個各種紀錄也是應有盡有啊 北軍罵南軍的有南軍罵北軍的也有應有盡有啊應有盡有 來小巴頓跟大家打個招呼你說哈嘍大家好謝謝朋友們哈嘍大家好 大家好說大家好哈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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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好好好寶貝啊 謝謝大家巴頓今天特別乖出來看了我幾次啊也沒叫也沒搗亂知道爸爸跟著講課呢 是吧打招呼哈嘍哈嘍哈嘍好啊好吧寶貝寶寶寶你去吧啊拜拜跟大家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好拜拜哎好好乖乖啊去吧啊去吧啊 嗯好啊那咱們下一個問題吧啊當然是小插曲啊好的啊下一個問題是關於啊開封猶太人是怎麼來的 開封的猶太人是當然是從那個這個這個巴勒斯坦小阿西亞那些地區來的啊那些地區來的啊那至於這個具體他們是怎麼進入的中國就他的行走路線是怎麼樣 因為他的材料全部丟失了啊啊就是咱們講他這個這個所謂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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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這個就是到了這個 咱咱們說猶太人是不能被同化的只有在中國啊居然就被同化了啊他這個呃因為他太就是中國化了啊 所以可能是在明朝開始吧就是人家那個猶太的那個那個叫什麼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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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總舵就不往中國派拉筆了啊就不往中國派拉筆了啊 因此呢他那個慢慢的慢慢的他那個自己對自己的歷史就也不清楚了直到這個呃就是清末啊那個時候這個基督教啊 什麼的傳入中國之後啊然後開封的猶太人呢覺得自己的這個宗教拜的這些神啊什麼的跟基督教很相像啊 才派人到上海去找這個基督教的牧師啊說你看看我們這玩意是不是有基督教啊這幫牧師來一看又你這好像不是基督教 你這更古老啊說猶太教這樣才開始跟世界的猶太人才建立上聯繫 不過呢說說句實在呢今天的這個就是說因為你這個社區沒有拉筆了 所以你比如說你要加入以色列國籍比如拉筆給你寫證明信你必須懂西伯拉筆得懂拖拉經啊 所以中國人加入以色列國籍的就開封猶太人加入以色列國籍的確實還是很少 那就我就認識至少兩位那是開封猶太人有一位是加入以色列國籍了 他是在瑞典的猶太社區進修啊花了很長時間如果要瑞典當地人申請那可能馬上都能通過 他那花了七八年才申請才過還有一位呢就是根本就是就是中國人啊就中國人他也他知道自己是開封猶太人 但是他也不信這個猶太教也不等西伯拉語也不信拖拉經什麼的啊也不信啊 所以就是這個具體他們怎麼來的怎麼千山萬水的跋涉過來的一路怎麼怎麼通關諜文 然後九九八十一難這就沒人知道了 嗯好的另外一個問題是關於雲南廣西代的壯族是歷史來源 呃那就是這個咱們歷史上講的那個西南夷啊西南夷就是這個因為他的這個民族成分非常複雜啊 苗瑶壯歹這些民族啊成分非常複雜啊 就是說這個咱們講那個什麼呃包括諸葛亮什麼七秦孟霍啊什麼就他們的那些民族啊 就是在這個呃這個漢末以後啊包括這個雲南啊貴州啊什麼廣西那一帶生活的所有的民族總稱為西南夷啊 包括這個什麼夜郎國啊什麼古顛國啊這些國家都是他們的後代分化出來啊就是苗瑶壯歹這些民族 連這些民族你以前也沒有自己的文字啊然後對自己的這個歷史呢也沒有什麼這個文字的記錄啊 然後特別是他也沒有這個這主要都是一些神話傳說啊所以那些東西也不是特別可信啊 所以至於他的民族到底怎麼起源啊最後怎麼發展過來的這個也就可能沒有人去研究他啊不是特別容易說的清楚 他不像那夷族白族的就南兆大禮國啊因為人家南兆大禮國成立之後啊有自己的文字啊什麼這些東西來記載這就非常清楚了啊 你像那個什麼苗族啊壯族啊他也沒有什麼太多的文字記載 所以這怎麼來的這不太清楚啊不太清楚啊 好的啊另外一位網友他想就是問因為他說他是錢貴鄉三省交界處的少數民族 嗯那你是什麼族啊能問他一下嗎能問他什麼族嗎是吧這個不一樣啊不一樣就是他有可能是古月的後裔也有可能是西南夷的後裔是吧這個西南夷跟古月族到底有沒有這個血緣關係 現在史學界呢也在爭論啊你比如說這個雲南的顛國古顛國到底是什麼人建立的 這史學界就有爭論有人認為就是越族建立的還有人認為呢是從這個北方下來的古槍系建立的斯泰基人建立的說他們的那個所有的文物啊包括那個帶的那個什麼王冠啊什麼寶劍都是典型的草原風格 那那就很有可能就是什麼呢王族是外來征服者然後本地的這個老百姓是當地的這個月族就跟那個吳月兩國一樣啊王族是中原來的畸姓諸侯老百姓是當地人啊所以那就說得看你到底是這個你自己得去了解啊你到底是是什麼人的後代啊你是什麼族啊然後你這個族大概的起源情況你得了解啊你要問我我就說有可能是啊也有可能是因為到現在連史學界都沒沒爭論清楚 本身柏月跟西南夷都是一個飯址就跟那個蘇慎似的啊就跟那蘇慎就跟那個東湖似的啊那東湖的系統他包括的多了蘇慎的系統包括的多了啊你說滿洲人是不是蘇慎人的後代是女真人是不是也是那滿洲人跟女真人什麼關係這就不好說了這個意思啊嗯他說他是同族我叫同族同族是吧洞族洞族洞族的應該是西南夷啊應該是西南夷啊西南夷啊西南夷但是西南夷 西南夷是不是這個這個這個就是呃這叫什麼呀是不是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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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月的後代這就說不清楚了是沒說歷史學家他還在爭論的嘛是吧嗯嗯好了啊另外一位網友問說李白到底是哪裡人 嗯中國人呢四川漢人呢他出生在這個呃吉爾吉斯斯坦的歲月就托克馬克三歲就回到中國內地了當然是中國人了是吧而且歷史上歲月是安息四鎮之一啊是這個這中國領土啊那時候唐朝的時候那是中國領土 安息都戶府管轄的地方嘛啊他後來出去了那後來歷史上那屬於中國領土所以他在中國領土出生他肯定是中國人呢對吧你你問吉爾吉斯斯坦人知道李白嗎誰知道李白李黑的沒人知道是吧嗯好的他不想求吉斯汗中國人說是中國人蒙古人是說是蒙古人人跟你爭啊李白沒人跟你爭吉爾吉斯坦誰知道李白外黑的沒人知道這個是吧 好啊嗯好另外一位網友問苗族啊他不是赤幽族的人的後裔嗎這誰知道這個赤幽的本身就是一個神話傳說啊是這個本身就是一個神話傳說啊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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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族是不是赤幽的後裔這屬於神話傳說的範疇而不屬於歷史學的範疇就跟咱們講說這個 呃華夏民族都是炎黃子孫那炎帝皇帝他連一個準確的生族年代都沒有啊是吧所以你說是炎黃子孫這基本上也就是一個象征一種文化上的象征而已是吧嗯嗯好的我們今天由於時間關係我們問題就回答到這裡然後為了這個表示對大家的感謝是吧一直這麼默默的這個支持我們啊 尤其是這一個月以來是吧疫情期間大家也都很困難啊不過是在海內海外都很困難我也很困難啊所以特別這個呃感謝大家的這個這個支持啊所以而且早上起來呢我又這個呃遲到了啊又遲到了所以呢這個呃就是我我我的原因造成的遲到啊所以也為了對大家呃表示抱歉啊所以呢呃呃给大家唱一段吧啊最後給大家唱一段 正好呢正好呢有人問到這個吳國悟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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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悟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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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臣相 我倒又想起一辈 故人来了 臣相 尊一生 想过听多了的 粗瓶王无道 心不畏意 不该抚那子的气 金顶角还成 银顶额角 万朝文武 水干的无子虚 他的府上殿 把本器 努劳了奸党 飞舞 即在神乐宫 顶下一条约 可谈那无子虚 一家大小三百余口 一刀一国 血染一子虚 陶尸赵国那地 头奔无国 保佑安去 水之五月 刀兵起 月王更见为奴隶 先吃过美女 叫西施 欢有文 终于法那里 无子虚 又去打本那戏 无望他杀了 无子虚 说什么忠语 说什么忠 死得苦 将什么忠量死得去 此时等天大的功劳 等昔日已难道 我仅仅要问 说哪无子虚 也要伸手离 谢谢大家 咱们下次再见 谢谢 好 再次感谢袁老师的精彩分享 谢谢 谢谢 Raymond 辛苦了 谢谢 然后就欢迎大家 就是如果有条件的 然后也欢迎大家去支持袁老师 刚刚有朋友说他们扫码有问题 我们做过测试扫码没有问题的 大家如果扫码有问题的 可以PayPal支持袁师母 PayPal也在屏幕上方 然后对我们看到有更多的朋友去给袁老师打赏 非常感谢大家对袁老师一如既往的支持 那我们今天活动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袁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 Raymond 谢谢 拜拜 拜拜